我们让同学发自内心 谁愿意说对教练的感觉 你们最想感谢教练什么 我 好 来 就我们每次比赛 因为我们都会先吃超过标准体重很多 然后再减重 然后有一次我们超过比较多 可是教练又 应该是不舍得我们去跑步 所以他自己就先去烤箱 先烤了一个小时 然后看他进去前跟进去后差了多少 看烤箱有没有比跑步有效 然后再告诉我们这个方法 然后让我们进去烤箱减肥 然后我们教练也会陪着我们不吃东西 那你觉得教练为什么这样呢 应该怕我们看到他吃 然后会忍不住吧 将心比心 对 他会觉得你们会受苦 他愿意跟你们一起 是不是这样教练 对 还有哪个人想 还有没有谁要讲 莫斯你要讲吗 我要谢谢教练 因为我放弃过很多次 然后教练每次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用骂的 然后可是其实最多都是用鼓励我的方式 然后就是让我可以回来这个对上 他骂你什么 就是说怎么可以不负责任 然后这里不是说来就来 然后说走就走的地方 还有呢 柔晨你要讲吗 就是教练 他就是让我们比赛前 然后鞋子要就是要磨鞋 为什么要磨鞋呢 因为鞋子也会 其实会有一些鱼鳞 然后那机器很重 然后其实那拿久的话 其实手会很 就是很酸很不舒服 可是因为每个就是我们选手有很多 然后教练都一个一个磨 然后又很仔细 就是把它磨好这样 然后就要一双鞋 就要一只脚就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教练 就很感谢教练这样子 帮我们磨那个鞋子这样 磨那鞋子 让你们不要花更多的体力 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对 其实当学友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非常难过啦 也我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啦 我满留他们都是满留不下来的 我打电话给他这个拒绝的 甚至一直想都没有人接 对啊 我都通常借由学姐学妹 打电话给他 我才有办法跟他说到一两句 有些甚至学姐跟他讲完话 电话到我手上 哇 又挂了 所以我每次到处于这个部分 我都很爱不爱去处理这件事情 对 很爱不爱处理这件事情 当神圣流行H1N1的病毒 我们班停课 而我也生病了 吃了药以后 因为药导致我的中枢神经跑掉 走路无法平衡 一直往右走 当天练完就请假回家了 隔天就是中部无限式的比赛 我一到场听到学姐说我是后部 我心里面想郭老宁 应该是因为我不舒服 想让我休息 结果我只休息 对新色的那一场比赛 我想这是郭老宁对我的肯定 谢谢郭老宁给予我的鼓励 比完赛 身体依旧感到非常不舒服 在一旁休息时 郭老宗走向我身旁告诉我 阿如 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样 这个队上越来越重要了 越要赶快把病养好 当下我好像整个人都好起来了 阿 训练虽然不轻松 但是有郭老宁的支持与加油 我会变得更坚强 来面对这一切 在比赛前我又受了伤 还记得那是郭老宁的一句话 一段话让我打消了放弃 这个不该出现的念头 郭老宁告诉我 不是老师不让你休息 你要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当下我哭红了双眼 谢谢你郭老对我的肯定 我一定会努力下去 但是不让你失望 吴君说 痛 这个字 好像也跟着消失了 因为每次痛就想起 郭老宁对我说的话 我就努力想撤下去 谢谢郭老宁的指导你肯定 我们都好爱你 我们会继续勇往直前 努力后退 完成梦想 谢谢郭老宁 在那里 别担心 别担心 他辛苦了 他辛苦了 我看着教练了 还有谁要念信给教练听 自己累 加油 郭老我有话想对你说 加油 在我们大家和 在我们大家和郭老目标一致的那一段时光 一股热忱说选就选 选上了并不知道 外面 外面的世界是多可怕 郭老你依然在 前面帮我们开路 我们大家都依靠在您身上 罵也罵不走 罚也罚 罚也罚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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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郭老第一次让我感受到 有爸爸真好 还记得 郭老你来医院陪我的时候 那种感觉 其实一开始有点尴尬 因为不知道怎么跟你聊天 因为在医院那种气氛下 因为在医院那种气氛下 谢谢郭老那两天 还陪我到半夜才回家 我那时候也告诉我自己 以后当一位优秀的教练 就是要向您学习 因为郭老您把我的心给带走了 您是我最尊敬也是最崇拜的教练 您教会了我一件重要的事 带队不只带人也要带心 要怎么让选手幸福于一位教练 真的太伟大了 谢谢郭老 自己写的 我会去抱抱教练 谢谢她 好 我知道还有同学要跟教练说得对 小玲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教练说 亲爱的郭老 我很幸运地来到郭老带领的这个团队 郭老常跟我们说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如果不要最好 那就干脆不要做 还记得在我大一那一年 因为家里出了一些状况 无力支付学费 郭老想尽办法的帮助我 甚至亲自带着我到 帮助我的人家里打谢 看着郭老坐在我身边的那神情 心里不由然的感动和感谢 帮助我 送我一个教练 照顾自己的队友 队员跟爸爸在照顾自己的小孩一样 为了我们 教演愿意低声下气 一字一句的言语 我都牢记在心 教练也辛苦了 骑着摩托车 一路上 不忘嘱咐我 将来如果有机会 当老师要记得比他照顾学生 更用心地付出行李去改对 听着听着 我坐在后面眼眶都湿了 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教练的我 顿时希望自己也能达成郭老给我的期望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会努力 会尽力做到最好 我会让郭老对我们的感到欣慰 没能用什么报答郭老对我们的好 就唯有不要让郭老对我们失望 就是最大的回报 谢谢郭老 所以教练跟你最亲的 除了你的小孩 应该就是这群女儿们的对不对 对 我当初很不了解 郭老师他们的状况故事 后来我看完那个电影之后 哇 好感动 非常感动 从开始训练 然后去比赛 一次一次的去很辛苦 又有蒸胖啊怎么样 这很苦很苦很苦 拔河队的女孩子都没有经验的 哇 我觉得难度很高 OK 我们先来做面条好不好 先做一次 好 你们跟着做好不好 哇 你这个是烫到吗 是 真的假的 好像我们厨房烫到一样 我们又有厨房 厨房里面要清清 哇 你们把河也有了 好辛苦哦 我先试试 我先试试看你的汤 我先试试看 差很多啊 洋葱没有熟啊 香香的 然后 又不够辣 你小心啊 你太大力了 你看你断掉了 哎 你拿着放在哪里 放在哪里 你还没炒 沙子还没放 小心啊 要搞定了 慢慢来 慢慢来 你看 我刚刚是怎么弄的 你看 你看 我做给你看是中间的 你都在旁边 等一下你 你要放手去 怎么整个爬出来 靠近一点 底膠一点 其实没有美感 现在要搅拌了 它要搅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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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得到吗 你也能看得到吗 你不看得到 你不看 你不看得到